给你个旗子 挂车上 反正这个 有旗子就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八点钟开始 给你个子弹 如果在那里来抢来打不打 尽量不要打 尽量不要打 给你个卡片 那有个电话吧 在目前来说 大概有三十位左右 还有陆续的枪友会过来参加 那这些枪友会的成员 是如何分配在中国城各个地方的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分布点 每一个分布点呢 都是一个接口 都会想到可能他们会进入的地方 所以我们每一个路口 都有我们的队员在那里去把守的 然后他们互相都有个照应 我现在是在从西边 进入中国城的这个路口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是已经有半封堵的状态了 在这个路口 有四辆枪友会的车停在这边 来保护中国城的治安 我们带有中国城的治安状况 我在来美国已经二十年了 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真的感到很震惊 也很气愤 所以这次签友会有活动必须的参加 保护我们的家园 保护唐人街 那为了保护这个我们自己的家园 你做哪些准备呢 我就做到 反正就是按照法律 法律形式做 保护好唐人街一切 商铺什么 就可以了 就是做到我自己的责任 就可以了 这两天觉得就是太危险了 然后出来的人也太多了 然后感觉好像今天 台湾街中国城这边会 好像会有点事发生 所以我们都看到群上面的信息 然后我们都出来 因为我的店也在Tranatown 所以说我也想保护Tranatown 因为毕竟中国人在这边 属于弱势群体 所以说就只是为大家出一份力 发生疫情以来 或者说发生暴动以来 就这两天你没有做什么防护措施吗 有啊 因为现在就是每天都是带着枪 就最起码要保证员工的安全嘛 但是今天收到那个华商会的通知 然后我们这边马上就关门了 现在今天是两点钟之后就关门了 外卖也没有再做了 等这个暴动缓解一下 然后这边没有事情了 我们还会继续开的 我们今天反正有大概十几二十个 也在台南街 就stand by in case 如果有需要或者有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出来帮忙 我们像这些年轻人 有那些隐蔽瓷枪的那些 我们都有武器戴在身上的 对反正in case吧 看看情况吧 希望是怨不上嘛 社会这么乱 我们现在没有再不站出来 什么时候站出来 是不是 就是要保护这个中国城 你知道吗 毕竟我们都是 这个是华人的定居点嘛 因为我们经常就是 往来与唐能街嘛 你知道吗 唐能街要没了 我们到时候怎么办 是不是 只能这样子的 现在警察自己都瞒不过来 你知道吗 只能是 把我们自己团结 我们没有要求大家做什么额外的事情 就是坐着车里面观察一下情况 然后看到一些情况以后 其实向我们这里的人汇报一下 然后我们再安排做别的事情 那今晚会持续到几点钟呢 我们大概会持续到半夜左右 十二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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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